大家好我是方澤翔Calvin 首先我們要恭喜我們的香港隊在奧運上獲得一個非常好的佳積 張家朗和何思培在奧運上獲得一金二人的成績 尤其是張家朗其實他是自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首位獲得到我們的金牌 繼李麗珊之後是第二面香港的金牌 所以大家在這個情況下都非常激動 但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究竟拿了金牌之後香港隊可以獲得多少獎金呢 我們可以計算一下 如果香港運動員獲得金牌的話 可以獲得精英運動計劃的五百萬獎金 銀牌的話也有二百五十萬獎金 換計說其實張家朗已經獲得五百萬獎金 再加上林大輝的一個中學獎勵計劃 二百五十元其實已經有七百五十萬獎金 何思培就奪得了兩面的一個銀牌 按計算就應該有五百萬獎金 所以兩個其實相差就不是太遠的 大家都知道運動員的薪金真的不是很高的 所以特區政府其實成立了一個贊助給一些優秀的運動員 其實看到張家朗和何思培這一類的頂級的運動員 已經拿到精英甲家的一個獎勵 每個月大概都有四萬元 其實香港的平均人工大概是一萬八千元 所以以他們的薪金來講 已經高過了其他的運動員 甚至一些打工仔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獎金仍然對於這些頂級運動員是比較少的 因為來說其實主要這些頂級運動員是靠什麼為真 主要是靠一些贊助 靠一些廣告費去推高他們的收入 所以這一方面的收入其實 之後來說可能一些大的一些品牌會原諾他們 亦都會給一個贊助費或者一些廣告費 所以其實未來他們的收入主要是靠這一方面來提升的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獎得金牌之後都會有一個五百萬的獎金 但相比其他國家之下 其實香港獎金的數目算不算多呢 我就找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以一個獎金來說 在新加坡來說就最高了 高達超過七十三萬美金 第二到第五就是哈薩克 馬來西亞意大利和菲律賓 獎金的金額大概20至25萬左右 所以香港來說其實都算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數字 為什麼其實這麼多的國家 其實看到有這樣的差別 都是那句 麥爾康為貴 所以國家越少獎牌的話 其實獎金的壓度就會越高 為什麼會這樣呢 都是鼓勵一下優秀的一些運動員 為國家出力 為國家增光 所以用錢來講 是最大的推動力 傳統的運動強國 美國來講 大家要知道他的獎金是多少呢 但他只有3.75萬 美金那麼少 相比之下 其實新加坡是超過20倍左右的數字 為什麼是相差那麼遠呢 其實美國人看到他玩一些民間運動 主要都是由民間去推動的 但是 其實 新加坡因為他人比較少 所以主要他們推動的力量 主要都是政府 當然 都是那句 有錢使得鬼推磨 越多錢的東西 就越多人去做 越多人去試 所以來講 新加坡政府用這個銀彈戰術 去推動他們自己的運動 令到多些人去參與這種運動 多些人去參與這個奧運 衝擊這個金牌 令到為了國家增光 雖然很多大的一些國家 其實他的獎金也是不多的 但都是那句 他們都是靠一個賺助費 去推動他們的一個收入 例如日本的網球球星 大阪直尾 在12個月內 已經拿到一個代言的合約 大約5500萬美金 相對來說 其實一個叫做 奧運的一個獎牌 對他們來說 獎金 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他根本 就不介意 其實獎金的多少 主要是靠他們的賺助費 來推高他們的收入 所以 每一個國家 他們的政情亦都不同 所以 其實獎金 和他們的賺助費 其實都有一定的差異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香港隊在較後時間 亦都可以再創皆積為香港隊增光 多謝各位 拜拜